今天的乌尤壽是受到了 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 确实从迎风面开始 整个北部的地区 感受上面是比较凉冷一点 所以如果今天中午 你要到天母球场看球的话 记得两样东西一定要带 包括了博外套 包括了散具 通通一定要带 但是如果你不想出门 也可以看东森新闻的转播 除此之外 其实整个万一台风 目前已经逐渐的进入到南海当中 接下来会持续的来移动 不过这两天 它所带上的一个外围的水汽 其实对于整个台湾的地区来说 环境的水汽也会来得比较多 要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 但是因为现在棒球 中华队前进到了东京 东京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 大概礼拜三会有雨 不过礼拜四五天气会逐渐转好 可是要注意到 温差早晚来说的话 低温只有7到8度而已 所以如果提醒 如果你今天这个礼拜开始 你要前往东京的话 也一定要把外套好好的穿上 我们这一步就要从雷达封场图 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 其实主要受到了 这个东北季风影响之下 迎封面的北部地区 尤其现在像是在宜兰的南澳 目前湿雨量来到了9毫米 另外在台北的南港 其实现在也是有在飘雨的 现在湿雨量大概是3毫米 再加上你可以看到这些 整个万宜台风 所带上来的外围水汽 所以中南部地区 其实今天也都会是一个 比较湿情湿雨的天气形态 部分中高云系过山之后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 短暂正雨情况发生 但是未来这个一个礼拜 为什么我们会说 真的雨会一直下呢 最主要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一周的降雨情况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 再加上外围云系的影响 包括像是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宜兰局部 都是会有好雨的情形来发生 但是早晚的温差 今天早上其实低温来说 在淡水也只有18.8度 所以明天甚至早上低温 在空旷地区是可以撒滩到 只有16度的 要提醒的就是北部地区 整天的感受 都会是比较凉冷一些的 而相较于中南部来说的话 大概低温就是在19 20度 但是中午的高温 都可以回到27 28度 明显的日夜温差 都有7到8度 要特别的注意 礼拜三 礼拜四 整个环境的水气 还是来得比较多一些 迎风面包括像是在宜兰局部 还是会有大雨的情况发生 这整个的一个天气 其实你可以看到 到礼拜三 礼拜四 晨夜的低温 也都是只有将近18到20度 所以未来这个礼拜一整周 其实都是受到 东北季风吹不停的影响 要提醒大家 恐怕到了礼拜五到礼拜日 整个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 其实包括了北部东半部 还是会有局部震雨的情况来发生 而且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降雨情况以外 要提醒的就是这几天 因为受到东北季风 再加上万一台风 从台湾的南边通过 其实沿海的风浪 也都是来得比较大 甚至局部都还是可以有来到 三到五米的浪高 所以这几天建议大家 不要再从事海上的活动 另外早出晚归 一定也要做好保暖的工作了 以上 这节最新 欢迎您取所听哈喽台湾 我是张佳如 明睿早安 佳如早安 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明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没错 就是你生日 生日快乐 对 生日快乐 你这个生日应该很开心 没错 而且我跟妳讲 昨天晚上 妳有没有很晚睡 我看到后来不止倒地了 不止倒地 你知道我看到快要11点 因为我们打了足足四个小时 太精彩了吧 对 而且我跟妳讲 这次中华队真的很棒 我们这次挺进到市场了 对… 所以你要赶快来许一下 生日愿望对不对 我跟妳讲 我今年第一个生日愿望 就是送给中华队 我们希望他前进东京拿冠军 拿冠军 没错 没错 而且我跟妳讲 其实除了这个礼拜五生日以外 这个礼拜到了后面 欢迎加入妳生日啦 对 礼拜五又是我生日了 好想要飞东京喔 很想飞东京 飞 我跟妳讲 超级循环赛 中华队就是需要妳去加油 真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集气 前进东京之后 还是需要大家帮忙 中华队加油 没错 没错 而且妳知道 我这一次一查才发现 妳知道中华队已经多久 在这种国际级的比赛当中 没有打进到四强了 多久了 是自1992年来 那时候巴塞隆纳整个奥运之后 那时候拿到银牌 拿完之后 其实中华队最佳的 像是包括12强的成绩 就是在上一次2019的时候 打到了第五名 可是这一次我们是 从第四名起跳 真的太棒了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 昨天都有看那个比赛 就是热解 而且我跟妳讲 今天虽然这一场 无关中华队会不会晋级 但是大家 我们一样 晚上又继续帮中华队集气 对 我记得你刚才已经说 中餐要吃古巴三明治 没错 我跟妳讲 今天大家要说的人 中餐晚餐吃起来 就是只有一个东西 叫做古巴三明治 而且吃起来 我们希望今天晚上 还可以再碰到中华队的好表现 不过今天一早就是天空已经在哭 是感动的哭了吗 我跟你说 这个礼拜老天也应该都很感动 因为这个礼拜 东北季风呼呼呼一直吹 所以其实这个礼拜 包括北部东半部 大概都会是比较阴天 比较犹豫的形态 可是我们今天早上 其实就在跟渣如开玩笑讲说 或许这个礼拜就是台湾 棒球时尚最感动的一周 所以整周提供北都在哭 对 到底会下到怎么样程度 还有温度也会下降 对吗 没有错 没有错 而且其实今天还不是最冷 我觉得大家今天应该起床的时候 所有人都有感觉到说 好像外头天气是来得比较凉一些的 可是其实比较冷的时间 会落在于明天的清晨 我们赶紧带大家来看 你有没有看到大大的标题 已经告诉所有观众朋友 东北季风吹整周 因为这一个礼拜 都会受到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 尤其礼拜一 礼拜二 除了东北季风以外 还有有没有在我们周末六日 提醒大家的整个万一台风 它在经过菲律宾 进入到南海的过程 这个过程它的一些外围的云系 也会跟着带上来 所以其实除了北部以外 中南部也都是会有一些 中高层的水汽 会是有一些局部阵雨的情况发生 但是比较大 比较明显的 还是处决于在整个基隆北岸 跟宜兰的部分 还是有局部的好雨 但是到了礼拜三 礼拜四 一样整个环境的水汽 所以包括了北海岸还有宜兰 还是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况发生 但是以目前看起来 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末 应该是一天会比一天少 所以到了礼拜五 礼拜日的时候 虽然还是东北季风的环境 但是主要的降雨比较大一点 都是集中在封面的 基隆北海岸跟宜兰 所以恐怕未来的这一周 大家如果出门 都要记得攜帶雨去了 加入 而且我觉得今天冷得很有感 我已经穿铺棉外套出来了 我跟你讲 其实今天早上 其实整个低温 才18.8度而已 像是在新北的淡水18.8 可是你知道最冷 尤其在明天 明天的话目前看起来 虽然在整个城市当中 北部地区还是一样 大概18 19度 可是空旷地区甚至不排除 会撒探到只有大概16度左右 16度而已 高温是不是也还满低的 高温看起来 目前因为我们这礼拜 东北季风影响 所以其实到了中午 整天来说 都是比较阴阴的这种形态 所以温度上面 回升也不会太明显 大概高温就是在21 22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北部地区来说的话 其实整天明显感受上 都是比较偏凉冷的 要记得戴外套 到这里这么凉冷 你说那个万一台风还在 我跟你讲这真的是不得了 因为从来很少有这样一个台风 是在秋天这个季节 你要知道秋天这个季节 台风本身就比较没有 那么有利于发展 可是你知道万一台风 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变成今年西北太平洋的 风王 真的很狂 而且它就一路 包括它的海水温度 原本预报 我跟你讲原本模式预报 大概万一台风 可能两天三天就挂掉了 可是它就这样一路 就这样躲过了垂直的风街区 就这样一路过来 然后就变成了是一个风王 所以其实从昨天下午的时候 它登陆到菲律宾的旅宋岛之后 其实对于菲律宾所带来的一个 冲击也非常的大 真的 菲律宾今年真的也是蛮辛苦的 对 真的很辛苦 尤其上次在从10月到11月 短短这一个半月 它其实已经受到了 五个台风的侵袭 所以呢 我觉得瞬间看 这样看起来啦 台湾其实受到的重创 没有菲律宾来得这么的大 所以还是一样提供 有在保护啦 对 没错 那今天一个礼拜星就开始了 美好世界看什么呢 好 我们赶快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很漂亮 这叫号称是台版的普罗旺师 有没有观众朋友猜到这是什么了 其实这是台湾的原生种 也就是我们的仙草花 这紫色的仙草花 其实现在已经都在新竹 还有桃园这一带都已经散开了 而且绽放出来的这个照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其实仙草花在新竹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花卉 所以包括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 也是在新竹的关系 有举办这个仙草花的生活节 不妨大家利用六日的时候 可以去走走 那其实仙草花在整个花语的语意当中 也代表是有生命力 永恒的这种 也希望在今天新的开始 还有敏锐生日的这一天 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希望 满满的活力了 加入 好 那详细听的状况 赶快把时间交给敏锐了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虽然今天昨天晚上看棒球看到很晚 不过今天早上还是要打起精神来 虽然外头天气还是比较灰蒙蒙 比较有阴天的感觉 不过很重要的是今天几月几号呢 今天10月18号 礼拜一 除了上班以外就是敏锐的生日了 所以第一个愿望要祝大家 今年年终领饱饱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昨天到底雨下了多少 最主要有没有从昨天开始 整个东北季风增强起来了 所以昨天东北季风增强起来情况之下 累积雨量第一名的 就在台北的晴天岗 杨命山这一边累积了156毫米 另外一个在新北的瑞芳 也累积了155毫米 还有包括了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 像是在新北的贡寮 以及在基隆的暖暖还有宜兰的头城 其实累积雨量都超过了100毫米 而且这样的雨 到今天还是持续正在下下去当中 我们就从雨量累积图 跟豪雨特报要提醒有关于 要上班课的观众朋友特别注意了 以目前凌晨零点 累积到现在的降雨来说 一个是在台北市的阳明山 现在也已经来到了97毫米了 另外一个是在宜兰的南澳 有没有红色这个点的地方 其实也已经累积了48毫米 而且其实现在气上属 针对于在整个包括了基隆北海岸 也已经发布了豪雨特报 另外在大台北以及宜兰 目前也有大雨特报 要提醒上班课的观众朋友 出门要记得期待雨具 而进一步从雷达回播图 我们带大家来看 目前雨下比较大的地方 目前的雨势来说的话 受到东北季风吹拂的一个影响 现在食欲量比较大的一个 是在宜兰的南澳 目前的食欲量有大概10毫米 另外一个是在台北的阳明山 现在食欲量也有将近9毫米 感受上面来说 雨势也是一阵一阵 会有比较大一点的 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样的雨其实在未来的这一两天 还是会有这样持续下下去的 另外在南部地区 就是受到了下面这些万一台风 所带上的一些外围的水汽 所以中南部或多或少 在今天有一些中高层的云系 通过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局部 比较零星的正雨情况来发生 而到底现在外头的天气又是如何 我们进一步从目前温度 带观众朋友来看 以现在台北市的外头 现在是确实整个TOO都有是在下雨的 温度目前是来到了20度 另外中部地区 雨量稍微多一点 但是天气状况看起来还算OK 温度上面来说是23度 南部地区受到万一台风的水汽影响 所以部分的地方 其实都是比较偏阴天的形态 温度是来到了23度 另外花莲的部分也是 目前温度23度 外岛地区连江18度 金门21度 澎湖的部分是来到了23度 而这一步要从卫星云图带观众朋友 一起来看的就是这一颗万一台风 万一台风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以强台之之登陆到了菲律宾的旅宋岛 而且虽然受到了这个结构破坏的一个影响 目前它已经减弱成为是一个中度台风 今天是持续地进入到南海 对于台湾不会有直接性的影响 但是在今天明天整个万一台风 在行进到南海的过程当中 它的这些外围的水汽会顺着这个风场带了上来 所以包括全台各地其实云量上面 水汽上面都是来得多一点 再加上北部地区受到东北季风吹拂的一个影响 所以在基隆北汉还有在宜兰 其实局部都是会有好雨的情况来发生 雨区预报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从雨区预报当中 在今天雨比较大的一个是在基隆北汉 还有就是在宜兰 尤其是在南澳这一带的地方 局部都是会有好雨的情况发生 而且这样的雨其实从今天的白天 一直到今天的晚上都会持续下下去 要提醒大家今天出门上班上课 全台的观众朋友还是一样 把雨具带在手上是比较保险的 除了雨以外 其实沿海要提醒的就是风浪了 因为万一台风正在 从台湾的南边通过的过程 其实海边的长浪还是一样非常的大 尤其海边长浪其实在今天跟明天 都还是有五到六米左右的浪高 另外东北季风比较强劲的情况之下 在整个北部还有东半部的沿海 也都是有三到四米的浪高 要提醒大家这几天 尽量是避免从事海上的活动 而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各地更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来说 今天的高温大概都是落在 21到26度之间 而且外头的天气看起来 都是会比较杀雨的 中部地区今天是 时晴时雨的天气状况 高温部分可以来到26到27度 往南走南部地区 今天高温也是可以来到27度 早晚的日夜温差是来得比较大一些 东部地区今天的高温 是来到了20到26度 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外岛部分 外岛的马祖 今天的高温可以来到19度 金门澎湖可以来到23到24度 最后我们整理了几个 出门前的重点 要提醒观众朋友注意了 今天一整天 都是比较天气不稳的形态 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具 另外在基隆还有宜兰 还是会有局部豪雨的情况发生 如果出门在外 行车也要特别注意安全 海边的风浪确实在这几天 还是会比较大一些 海边是尽量避免前往重视活动 以上 这些最新